卡尼奇宏基事件到底有多可怕 2.3亿年前的地球上 难道真的曾下过一场 持续了200万年的大雨吗 早在20世纪80年代 英国地质学家拉菲尔 就根据古老的岩石层推断出 在地球某个特殊的时间段里 陆地上几乎天天都在下雨 那时的大陆与现在不同 是整个连接在一起的 又被称为盘古大陆 现在让我们穿越回 2.3亿年前的三叠记 看看在这个古老的时期 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此时的陆地没有树木 没有植被 没有鸟类 更没有任何的哺乳动物 生态系统以爬行动物为主 随着降雨的不断增多 各种植物开始疯狂生长 曾经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 草原也逐渐变成了森林 但众多爬行动物 由于适应不了环境的变化 开始逐渐走向灭绝的边缘 此次灾难也让局势等海洋生物 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地球物种发生了重大更替 同时其出现了非常多的新物种 鳄鱼 海龟 蜥蜴 以及哺乳动物 开始慢慢登上地球历史的舞台 海洋中首次出现了浮游生物群 这也代表着海洋中的化学成分 和碳循环发生了巨大变化 最让人诧异的是 新演化出的恐龙家族 只用了400万年的时间 就从地球上毫不起眼的物种 摇身成为了遍布全球的巨无霸 并在接下来的1.5亿时间里 牢牢的统治着整个地球 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 才让地球连续下了这么久的雨呢 不少科学家都认为 加拿大兰格利亚火山爆发 是卡尼奇红基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连续500多万年的喷发 导致了大量火山灰和二氧化碳进入高空 形成了严重的温室效应 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5摄氏度 水蒸气长期不断聚集 最终引起了全球气候变暖 促使大气水回圈加速 雨量激增 才导致了这场可怕的灾难 到目前为止 很多科学家对三杰纪卡尼奇 连续下了200万年大雨的说法 仍然持有反对的观点 他们认为当时的地球气候环境 根本无法连续下那么久的雨 只能说一直处于湿润的状态 才最终造成了卡尼奇红基事件 不论科学界最终如何定论 这场史前大雨的真实性 其留给后世的思考价值 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 那就是生命在逆境中寻找出路的不懈努力 以及自然界无常变化中隐藏的秩序与规律 都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索 比方性能够进行 感谢观看